近日,知名于纪葛斯奇,戳穿张兰的谎言,在直播里激动回复网友,揭露张兰在直播里,爆出的两个大瓜都是谎言,纯粹是自嗨行为。 葛斯奇直言,大S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回北京,去的海底公园是在台北,并不是北京,而且汪小飞也没有,去台北接孩子,更没有交换人质的事情,这些都是张兰吵的。 最后,葛斯奇吐槽道,奶奶想孩子天经地义,但是在直播间,当着几万人的面,故意模糊概念,故意说谎话,就太不应该了吧。 听说为了这事,汪小飞又和老妈产生了矛盾,母子俩人的关系,又降到了冰点,虽然吃瓜群众,都挺希望姐弟俩,能够回北京跟张兰团聚,但到现在为止,两个孩子都没有录过命,也没有任何证据,显示他俩已经离开了台湾。 从始至终,都是张兰在剃头挑子一头热,又是晒别墅,又是直播买小背心,甚至还邀请了一群小孩,在别墅里嬉闹,行为举止相当高调。 在他最新的直播中,虽然口口声声嚷嚷着,要跟汪汪队会合,还搂着一个小男孩,称他为孙子,但这个孩子的脸被遮住了,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毕竟张兰邀请了,好几个孩子来家里享住。 更神奇的是,张兰秀完孙子之后,立马加上机器开始直播了,开启带火模式,这话风变得如此迅速,真是令人惊掉下巴。 对于张兰的这波骚操作,早就有网友提出质疑,台湾那边大S神龙剑手服剑尾,所有的消息,都是通过小S和S妈散播出来,北京这边则由张兰充当发言人,双方隔空互加,热度越来越高。 有意思的是,不管张兰怎么数落钱儿媳,大S硬是一声不吭,连小S也沉默是惊。 至于汪小飞,虽然经常情绪失控,微博发了又删删了又发,但一直没有,她和大S决裂的实锤,这一切都显得相当诡异,令人不得不怀疑市场仇恨营销。 纵观整场婚变和夺子大战,张兰一家,和大S双方都是获利者。 大S跟光头结婚,引发网友对汪小飞的同情,张兰的直播间立马爆了,酸辣粉卖到手软,前儿媳和光头继续作妖,儿子继续情绪失控,两个孩子继续不露面,酸辣粉继续大卖特卖。 总而言之,这一切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,杀猪盘,有钱的掏钱买产品,没钱的在直播间,拼八卦凑人数贡献热度,大家各取所需。 对于葛思琪的爆量,可信度应该相当高,两个小孩回京度假的,可能性微乎其微,张兰如此高调,更证明两个孩子不在北京。 而且张兰多次在直播间,调侃S妈和汪霸,嚷嚷着要让汪霸施展美人计,带孩子回京,这更容易激起S一家的反感。 如果就这样轻易松口,放孩子回北京,大S这些年的娱乐圈,算是白混了。 现在看来,大S一家和张兰已经掌握了流量密码,双方达成合作,也不是不可能。 大S现在年纪大了,代言不好接,拍戏也轮不到他,除非愿意去演妈妈背。 汪小菲这边的生意,一直不温不火,若不是因为大S和光头好上了,酸辣粉的销量还不知道会怎样。 毕竟同款竞品多了去了,大家为什么非得买他家的,不就是同情他被绿了吗? 因为成功迎合了,网友们的猎奇心理,张兰的直播间生意如火如荼,但他大可不必如此拼,毕竟博得太精也容易着啊。